某国今天新增17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3963宗个案 另外有一名患者病逝 共有63宗死亡病例 今天也有80名患者康复出院 将痊愈率推高到33% 卫生部最新通报 病逝的患者来自玻璃市 是一名71岁的老翁 曾经到印尼苏拉威西出席宗教活动 昨天晚上11点撒手人寰 另一方面 还有92名患者在加护病房治疗 其中有50人必须依靠呼吸辅助器 同时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指出 我国在抗疫早期 就已经使用抗虐级的常见药物 抢氯葵治疗病患 观察药物副作用 发现患者病情相对稳定 只有5%的病患送进加护病房救治